你看一只小蜜蜂被叼走了 你看 大家好 我紫薇 又是为小蜜蜂复仇的一天 走你 外面看起来很茂密的 但是进来之后 这个灌木里还好 比较好走的 到底是这两棵树 还是那两棵树 你搞清楚没有 在那边呢 都是在那边 你这样子说的话 我怎么敢走去呢 我踩上去了 要去找一下 真的有点害怕 不敢进去 不过尽量找一下地上的推土 如果看到有推土的话 肯定就没错 小心一点 搞得他也害怕了吧 你也害怕吧 我肯定害怕了 谁就让你看标不看准的 这下搞大了 下大雨了 我们坐一下 然后让胖子再放两个标试一下 实在不行就 明天再找 起飞了是吧 好的 因为在三角放标 然后现在位置 确切位置又找不到了 然后现在让朋友那边再放一个标 我们也不敢往前了 在这里看一下 那个标从哪里下去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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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标还是红标 好 桥里已经到对面山坡了 然后让他 再看一下 这样子太危险了 好 晚中午中午他不要吃饭了 我都说叫他看准看准他不听我 来来去去来来去都是我绑的那些标哈 对啊 好的 我再稍等一下下 我也休息一下 没力气了 上来了 又上来一个 看到了 进去了 后来又浪费了半个多小时 你看下大雨了 淋娃娃丝 现在蜂窝的位置 离我们就 5米 5米的距离啊 现在过去把它掏掉 穿装备 感觉又吹出来了 嗯 你这个风符味道很大 赶紧穿 赶紧穿没水 朋友们 你们辛辛烈烈的收封笼来了 今天终于新做了一个 然后这窝蜂的话 离这个下面的 村子比较近 然后呢 今天打算把它全部掏完 掏干净 走我们看一下风口 从泥巴看到没有 一大堆 门口标还挂在那里 他们应该还在 破大规模 你看把泥土搬出来 再往外搬泥土 这些风 现在我们先过去把乘风收掉 先收仇风 有多风出来了 多多点 还在持续上风 还在上 我还在上 差不多了 把那个锄头递给我 看外面的推土的话 这个 这个那个窝应该不小 但是具体大不大 我们得抛进去才知道 哎呀 看到蜂窝了 好大一个洞 你看 目前看到三层 哦 差不多 基本上掏出来了 现在看来的话 应该是三层 表面看蜂窝都 都比较饱满 我们掏出来看一下 哇 漂亮 哇 你看 满平的 四层 六七斤 七斤左右 七斤左右 现在把外面的脑风给抓掉 好看 好像浇得蛮蛮好的 这个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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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风王 风王在那里 风王在那里 你看到 风王刚才呢 哦 在这里 风王在这里啊 进去 你看 针还扎在我手上 这么长 尝吧 这边 就两三只了 苗苗 嗯 来了 现在外面抓的干干净净的 一只都不剩 我们测测 爽 你看现在离风窝就 三米距离啊 脱衣服了 说明今天把这一窝风是全部 掏干净了 因为为什么说这一窝掏干净 就是因为离 下面村长很近 离那个小蜜蜂 那有几桶 五六桶小蜜蜂很近 离马路很近 所以说掏干净 一般的高山的话 无人去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留点风王 留点直风 这样子 不要把全部都搞绝掉 这个水舒服啊 可能 七斤到八斤的样子 这个有 七斤应该有啊 这里有 这里面可能是一百五十只 到两百只风 差不多这里 这里两百只风差不多 这里就多了 这的话就三百来只风 哇 累高枪 撤撤撤